大家好,欢迎来到Phoebe's Kitchen飞飞小厨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是凤梨面包 前一阵子凤梨的话题很夯 家里还有剩一些凤梨馅 所以我就把它拿来放到面包里面来制作凤梨馅面包 凤梨馅的制作我会放在下面的连结 首先是中种面团 中种面团的制作我在上一次卡斯达酱面包里 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同样的我也把连结放在我们影片的下方 中种面团休息两个小时后 好,现在我们先来制作煮面团 煮面团的制作先在搅拌缸中 放入高筋面粉、糖、盐跟鸡蛋 然后把休息两个小时的中种面团取出 先把这些材料搅拌均匀 陆陆续续倒入牛奶 然后再把中种面团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去 一起搅拌 等搅拌成团以后呢 我们再放入奶油 奶油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慢慢放进去 好,大概搅拌20分钟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面团 这个时候的面团 撑开来会形成一个薄膜 非常透明的薄膜 撑破以后它的表面缺口是很平顺的 那表示说这个面团已经搅拌好了 那我们就把它整理成一个表面很光滑的圆形面团 像这样子把它包成一个面团 圆球形的面团 把表面整得很平整很平顺的一个面球 放到发酵缸中 盖上保鲜膜 我们准备把它放到一个密闭小空间中去发酵 我是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 再加一杯热水 进行第一次的发酵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取出十指沾上面粉 往中间戳一个洞 你会发现这个洞是不会回弹的 这样表示说发酵完成了 工作台上撒一些干面粉 我们把面团拿出来拍一拍 把气体挤掉 然后把它割一个十字 撑开来 打算把这个面团整个剥开 变成一个正方形 那再来把它擀成 我们需要大小的薄片 分成三等份 往下折再往上折 像这样子 然后继续把它擀平 在中间三分之一的部分呢 我们把凤梨馅铺上去 然后再把上面的三分之一盖下来 那继续呢 再把凤梨馅铺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把下面的三分之一盖上来 继续把它擀平 擀成我们烤模的大小以后 拿刀子把它中间切一道 然后约末半寸 切成长条 切割半寸左右的那个长条形 烤模大小是12寸半乘上9寸 然后我们的烤模呢 先铺了一个烘焙纸 然后把这个切割的那个刀口的部分 放上面 然后慢慢的把它排上去 再进去发酵一小时 一小时后取出 刷上蛋液 撒上白芝麻 烤箱预热华氏350度烤25分钟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凉架上面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凉架上面 里面包都可以吃到凉梨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这个凉梨面包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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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